今天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持续回升 更新迭代的产品 也陆续应用到各行各业中 特别是机器人需求的增长 使得这一赛道在不断的升温 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的探访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机器人公司里 一台熊猫形象的人形机器人 不仅可以按照语音指令 完成各种动作 还能提供简单的服务 悠悠你好 麻烦帮我拿瓶可乐 好呀 没问题 请等我一下 可不要小看刚刚这样一个 简单的拿可乐动作 它其中综合运用到了 机器人的语音交互 视觉识别 位置导航还有运动控制的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成熟 这类人形机器人在理解和执行能力上 还将快速提升 目前人形机器人也开始被运用到 工厂分检 搬运和一些服务场景当中 在商用服务的领域 在家庭陪伴领域都收到了非常多的订单的需求 实际上已经是在做小规模量产的 我们未来能够实现是说人形机器人以2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走到千家万户里面去 相比人形机器人更为简单轻量化的协作机器人正在进入更多领域 在广东 广州一家商场内 协作机器人化身为按摩师 能为顾客进行脊柱的调理按摩 它这个动作的力量是很恒定的 很均匀 那个探头前面就带着温度 就让人觉得很舒服 挺放松的 减轻了很大的这种人力成本 我们下一辈的机器人增加的这个数量可能在500台左右 在工业生产中 协作机器人也在发挥效用 除了像汽车 电子等行业的大客户外 一些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也开始尝试协作机器人 在广东东莞一家专门生产清洁用具的企业里 就有近20台机器人参与各种工作 以前都是最小是4个人在这里的 现在一个人就可以了 受益于机器人带来的效率提升 这家公司今年又新买了3台协作机器人 最重要是稳定性 还有这个产能翻倍 我们都有这个会购买的 今年来协作机器人整体处于一个增长的趋势 医疗用品 家电 理电 仓储物流 食品饮料等细分应用领域 未来有望实现规模化的放量 当前我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 占全球比重已超过50% 稳居世界第一大市场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超过32万套 同比增长0.4% 而服务机器人今年8月的产量同比增长达73.7% 机器人它既是我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产物 同时它也是我们下一步加快推进新兴工业化的重要引擎 机器人的应用广度和深度 将是衡量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除机器人外 一批新兴产业今年也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今年前三季度 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 光伏电池新三样出口 增长41.7% 全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1.4% 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回升势头较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锂电池 锂电池